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刘总 咱们红星的主打产品 终于走向国际市场了 这次卖了十两株侃 也算是实现了出口零的突破了 十辆车你还好意思说呀 你是不是为了这十辆车 还赔了七十万 不是 你刚刚开始 亏损一点也是盛长的 可是咱终于有了国际市场了 这倒是个突破 但是我告诉你啊 不管什么市场 你也不能给我赔钱 是是是 刘总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咱们儿 咱是不是下个月 有两个亿的借款 该到期了 不是 我说你什么记性呢 这个月底行不行 另外除了这两亿 还有三千万的利息呢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们想再续期一年 续期的事 你就别想好不好 你缺钱我也不宽裕 不是 刘总 你这么说那你就是开玩笑了 你要是不富裕 那全世界就没有富裕的人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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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任 您有你的难处 我也有我的难处 这钱你必须给我还了 刘总 不是 这你也知道 咱总场二分场的计改 还没完成 您还带他也没有下来 别别别别别 你别老跟我咱们咱们的 行不行 任总 别不拿自己当外人 我本来也不是外人 我也是洪远人 你去去去去去去 你去去去去 你考虑考虑嘛 好 那 林大 您今天就不来了 是吧 行 行 行 没事 没事 那个感谢 感谢 感谢啊 我知道我今天这事 判得有点欠妥啊 今天的确范围有点大 改天 改天我范围弄得小一点 然后我单独在库斯上 来请你 好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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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好嘞 那个 您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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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你插什么话呀你 没有 没有 我 我是想告诉你 我 我 我已经干完了 刚才汇报也都汇报完了 我是不是可以 这就汇报完了 哄误我是不是 没有啊 不是 我真的没有 你 你别说 喂 不是 你这事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你问白主任不就完了吗 不是 专门跟我忙的时候来汇报的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任安 今天你不许走 我给你开金房 夜里边 你把咱俩这些年的账 给我好好捋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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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得着吗 怎么用不着啊 必须给我捋清楚了这次 要不然你不许走 不是 账肯定能捋清楚 只要我欠你们的 我是一分钱不会赖的 你放心 行 有你这句话就行 行的 先这么着 我今天人多 这里边呢 还有你的竞争对手 所以你躲一下 我开车先走 门口有电瓶车 待会儿你自己走 好好好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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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不是说过 钱瓶的事吗 要是你真需要的话 我就放心了 好不好 那可是我们一个 优秀的办公室主任 我心里真有点舍不得 但是你好不容易 开了一次口 那我就忍痛得爱了 说这点小事啊 你还跟我表功啊你 我这不是为你多想吗 走了 慢点开啊 不错 你今天这震量够大的 喝点什么 水吧 就喝白水啊 有时候下去吧 还得喝嘛 好嘞 怎么样 汉中日子不好过吧 错了 杨柳对我和北极都不错 真的 答应你那副厅集给你了吗 给了 上个月省里就下文了 杨柳说话算数 也就是说你在北极股份 有一个实纸 在汉中集团还有一须纸 是吧 其实吧 就是还是括号 括号不听起 你说你个括号 你还好意思说 兄弟 差点这雄心壮志吧 下一步吧 怎么呢 我也得接一个 汉中集团副董事长吧 还副董事长 你们那总裁周到那官 你能过吗 这你都知道 那周到那成天跟我倒落 说起来我就生气 不说了啊 你啊即使是当了这个 副董事长 那也是有职无权 对不对 你说你能干什么 对吧 谁瞧得起你 你就说你们那配车 对吧 杨柳和这个周到 开的都是大众的麦腾 你呢开的是一破桑塔纳 有不定啊 你别挑拨离间 我那是北极资产 又不是集团配的 我得节约啊 再说了 我桑塔纳哪不好啊 和你那麦巴赫不都一样 都四个骨肉 我还少一个啊 那不也是一破车吗 但是你那号这些不错 那是软实力嘛 你不是说这车 那号要送给我啊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忘了 喝酒了吧 什么喝酒 没喝酒 我喝酒那不算 肯定喝酒吧 我跟你说个正事啊 你想没想过 来一场资本战场的 火线起义啊 火线还起义啊 刘碧丁 你别给我挖坑啊 我怎么给你挖坑啊 我是想啊 让你带着你的北极股份 过来呢跟我一块儿在 你看 你现在也算是 兵强马壮啊 而我呢 一直都是这么财大气粗的 咱们来个强强联手 怎么样 兄弟 你说你这话 你怎么不早几年说啊 现在说完了 我们北极长大成人了 所以说现在这是强强联手 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具体的方案 我已经都想好了 保证咱们兄弟联手 是一次双赢 而且我还得到了 你们市国资局 还有市政府的暗中支持 别别别啊 我不听 我现在对杨柳 跟汉仲集团那儿忠心疯了 你个坚韧不拔的墙头草 你还还还忠诚呢你 我跟你说说这具体的方案 别别别别说啊 别光说我 说说你吧 我听说你现在 怎么成了黄世人了 逼着人红星重装 那任一安还你那霸王债 快把人逼疯了吧 哪有这事啊 这纯属谣言 我不缺钱 我怎么听钱彭说 今天任一安也来了 不会吧 我没请他呀 今天是咱同学会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装 继续装 还让我跟着你干呢 跟我都没句实话 那他是不是过来找谁啊 你看啊 这个希望资控呢 是我红远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他的红星重装呢 又是希望资控的控股子公司 说起来啊 他是我子公司的子公司 那就是孙子本的公司 所以你面子大嘛 一个电话就把签名 从红星调回来了 那是谁 杨柳 杨柳求我 他求我 你说我能不给他办吗 杨柳让你办的 还把签名拍到我们北极来了 对啊 萍萍他是平州人 老书记呢 是咱们俩的师傅 对吧 师傅退休了 我让孩子回家照顾老人 这没毛病啊 钱平啊 他也是不容易 大学毕了业 就分到红星重装去了 这么多年 就跟爹妈这么两边跑着 这老公去世了 终于能回家了 他家老公啊 那老高一病就是十年 离世的时候 给他拉了一屁股西股 所以那个杨柳跟我说 把他调到我们北极来 工资待遇不能提高一些嘛 也缓一缓他的经济压力 这萍萍我一直想给他点钱 孩子不要 不过杨柳这些年 一直在资助他 喂 记者到了 你让办公室的人先接待他 你忙吧 我走了 行 好了好了 我一会儿下去 慢点啊 贺平 怎么回事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谁也没想到 好 查查受害人 是哪个部门的 查了 集团财务部的叫刘昌平 从东北财务公司调过来的 怎么会是他去接待记者呢 是 我也很奇怪 我没安排他呀 你去查一下 刘昌平跟这俩记者有什么关系 好的 刘总 那 现在这两个记者怎么办 好吃好喝的招待呗 但是我估计啊 他们现在也吃不下去了 总之啊 让他们替我们做文章 别惹什么乱的 可我担心 那个女记者知道点什么 当时刘昌平 就是倒在她面前的 我看你 你在干嘛呀 姑奶奶 这个人我之前没见过 跟我联系的 都是他们公关部的 说不定这材料里有问题 行了 你别看了 不该知道的事 咱就别知道 你小心一伙上身 我不怕一伙上身 那个女记者我来对付 要不然尝尝她的背景 好 万一这是鸭子骆驼 最后一个稻草呢 那我们就一战成名了 够着 没有门啊 这根稻草你就自己握的 说不定它就是个炸药包 自己看 今天来了这么多 有头有脸的人 竟然闹出这种事来 是的 刘总 现在说什么都都有 甚至还有人说 我们搞啥人灭口 放屁 咱们得引导一下舆论 这个刘昌平 有没有什么感情纠葛 应该有吧 这就好办了 通知所有人 今天晚上谁也不许走 要弄得更大正气股一点 组织一下 咱们放烟花 好的 刘总 好 刘总 人还在抢救 凶手抓住了吗 还没有 但是根据录像资料对比 凶手是一名杨浦 某个银行在逃的信贷员 银行的在逃信贷员 是的 跟我们集团还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刘昌平在杨浦财务公司的时候 主管扩股几次 这信贷员也参加过我们的扩股 是的 但是他是用银行的钱 参加我们集团的扩股 那我们把刘昌平调回总部 也是因为这个事 信贷员就跟着过来了 是的 设计银行多少钱 两千万 还好钱不动 那你跟财务部说 把这两千万的 给杨浦公司打过去 把人银行的钱先缓了 这事别让别人知道 那你跟财务部说 好的 刘总 那帮老同学呀 一个个都是人精 得小心他们的眼睛 我明白 刘总 让这些人眼睛里只看到 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 好 别定 师哥 今儿太忙了 怠慢了啊 我理解 理解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那个 没精着你吧 说真的 吓我一跳 那个经理没有生命危险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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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幸 那我先忙忙你了 找你有事 走 什么事 我一会儿 一会儿我回来啊 好